有網友今天問阿里巴巴 可否去買呢? 短期來說 其實阿里巴巴調整了下去 其實上星期也說過 整體 整體來說 跌了下去 大家害怕的是 未來的投資 到底是否會 等下去做一個投資 未來的增長 大家會比較擔心 所以 正如上星期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買入阿里巴巴 比較在中長線的看法 短期來說 不要想著它 這麼快可以反彈得到 反而你博 博些什麼呢? 寧願博一下 BillyBilly 這些 短期博 但都是一些 比較小注的 這樣去博 會比較好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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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